而莫亚东这边在自己的西伤好了之后 相比于之前更加喜欢去选择被打 更多的是喜欢依靠自己的身体 当然这边是依靠中距离终于是打开了局面了 两个人暗热 炸球的这种半转身虚晃 这是平常心非常擅长的招数 4比0了 这些这种非职业联赛当中是有4分的 中距离 即使在平时的这种跟自己的队友 甭管是白京周瑞还是其他人 去打了再多 这跟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他平时打的那些路人王也是完全不一样 能大家看到这个平常心比较多 一提到莫亚东 有些球迷不知道他是平常心 没问题 白京这边是连锥4分 来了 比分来得到了 4比6 拉拉队跟之前这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嘛 路上八周年那几场比赛一样 就是甭管啥时候一直在跳 比较积极活跃 这得打到10点不至于啊 百分啊 最多最多一个半小时了 不能再多了吧 一般一个小时结束了 中距离白京 这球颠近啊 能提起劲啊 嗯没问题 这是八平啊 第一节还是打到25分结束啊 中距离那没问题 10比8 对 就是也有朋友提到就是太熟了 就是太熟的情况下该怎么打球 不知道这个大家平时跟自己比较熟的朋友 以及跟这个咱说不认识的人去打接波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当然在这种单挑的赛场上 有些比较熟的人就是真刀真枪完全干 有些是互放 就是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相对来说啊 嗯 还是比较认真的啊 嗯 漂亮 这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第一个三分球 对 三分一开 这比赛节奏就刷刷的快起来 湖顶连续两个三分球 白晶这边领先优势来到四分了 还是莫雅东这边 嗯 就白晶太熟悉了 根本不吃他的拜佛 来到自己 之前也是比较常去进行抛头打板的位置 像这种图实冷剑的小抛头啊 对手确实比较难以去 判断 连得四分 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 对啊 这恢复路漫漫啊 经历了大伤之后啊 想要再回到巅峰啊 这不是 一句话的事 这球漂亮 这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最精彩的一球了 小抛头啊 继续命中 这应该是连得八分了 12比16 这是抖音百分大战 平常新墨雅东队白晶 这是北京时间的9月28号的晚上 中距离打进 这样连得十分 对大家在看比赛同时也可以多多 给直播间点赞 那分享直播间 漂亮 平常新墨雅东的首季三分球 那这样是连得13分 带走了第一节比赛 第一节是平常新25比16 得一会儿这个面板这边是调整一下 小抛头继续命中 加上第一节 这是连得了17分 现在 哎 还是说之前那分是 有什么就是先犯规的嫌疑吗 因为看不到这个累积的团队 不是团队犯规 累积的个人犯规 看这个总时间的 当有球员 比如说现在才第二节 当有球员拿到50分的时候 第二节比赛结束 白晶这段时间开始冲起来了 对 大家看比赛同时 可以多点击一下 左上角的工创团队 去关注一下 中距离 这球完全放到位的情况下 白晶继续命中 这也不是以前 这是今天 9月28号的比赛直播 对 这是美丽的辽园 超级万篮球主题公园 坐落于辽园市的西安区 看一下平常心 这球 房子非常到位 但是最后这一下被他钻过去 被打很有效是吧 以前这个最早17819 对吧 前几年平常心梦亚东这边 其实他那个时候身体也不错 就没有太多技巧 还有一个点 就是两个人太熟了 对于彼此的这种动作 衔接打法特点太了解 四次了是吧 有朋友数着 我觉得谁赢 就是我赛前的预测是平常心梦亚东 嗯 拜佛之后终于让这个平常心吃了一次 还差9分 第一下防的不错 那平常心来到蓝底下右侧 继续命中 领先优势来到7分 第二节还是率先 有球员拿到50分结束比赛 这球上篮感觉都已经完全过框了 连续两季中距离 之前最大应该是落后13分 现在追到只差1分了 应该是挑战成功了 这样的话平常心梦亚东的挑战机会还在 炸球之后来到篮下 这次来到左侧 继续命中 这样率先拿到40分 44 看这个平常心这边 肩部头部的虚晃 连得应该是46 38连得6分了 继续命中 跟第一节的末端一样 现在应该是48分的是吧 48分了还差2分 来一下打进 这样恭喜梦亚东 是以50比37领先13分 每节是交替开球 平常心的第三节受攻 一上来还是来到篮筐的右侧 小擦板下短了 数着这应该是第五次了吧 还是打身体 就看体能继续命中 这球打得轻松 领先优势来到17分 加上第二节 当时是38比37 已经连得18分了 打出了一波18比0 继续胡顶 金鸡独立三分 继续命中 平常心梦亚东 命中了下半场的第一个三分球 已经连得21分了 21比0 之前白晶一度是追到只差一分 达到篮下 利用自己的身体继续命中 率先得分来到了60加 这时候对于白晶来说 非常困难了 落后24分 这是打开了 一旦让平常心完全放松下来 进入自己的节奏 这就太难防了 就是他完全放松了 现在 本身自己的这种 柔和的手持手腕的运用 加上这种 假动作又非常多 所以说现在对于白晶来说 整体的这个心态已经受到了 巨大的影响 领先优势马上来到30分了 而且你要知道 你看平常心他是怎么投三分 荆棘独立 就整着花去投 第三节白晶还没有得分 这下差点离地 继续荆棘独立 继续命中 第三节的第三季三分球 得分率先来到了70加 犯规白晶看一下 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 来到篮下 终于打进了 下半场的第一次得分 而且造成了平常心的犯规 这种二加一甭管罚球是否命中 球权都是属于白晶的 二加一打成了 刚才看到这个导播给镜头 就知道弹幕大家应该发什么 过然 对吧 你看这个 已经完全整个人放松下来了 这场比赛还是 就是看着让大家非常惋惜 就是伤病 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巨大影响 打身体 来到篮下 轻松 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 平常心 孟雅东是 75比45 领先30分 第三节单节看一下 应该是 25比8 看一下平常心 能不能一波流带走比赛 毕竟这个打到后期 可能体能会有影响 但是现在 感觉问题不大 因为上角的共创团队 去关注一波 也可以多给直播间 点点赞分享一下 顿败之后来到篮下 被白晶定板 四年之后 两个人的角色互换 转身 来到篮下 这种球就是连看都不用看 现在通过前三节来看 就是白晶对于 平常心孟雅东 强大篮下这一下 有点防不住 小抛头 就是白晶需要找回自己的这种 自信心 擦板 这种球 这场比赛 咱不说近 二十个 近十个也有了 两年前 三年前 巨大的这种 落差 其实他自己心里 肯定是落差最大的 突然一个抛头来了 平常心的抛头命中 分差已经来到了快四十分了 这球白晶已经封到位了 还是能打进 领先优势第一次来到四十加 兵力的事情 当时他这个西商回来之后 很多这种防守的横移 发力都是做不了 但是又过了一年 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已经 你说这平常心现在 他跟巅峰的时候谁强 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不比巅峰差了 身体的运用 被打的技术更加合理 战绩其实也是 最近比较稳定 但是白晶显然是跟巅峰没法比 对吧 你之前就是球风更加吸粉呗 对吧 现在其实整体的实力 起码是不弱于 之前的这几年的 白晶超高弧度 命中了 可以 现在得分来到了五十六分了 这样分差缩小到了三十一分 现在到目前为止 白晶还没有叫过暂停 平常心叫了两个 哇 这球白晶已经完完全全防到位了 最后这一下 平常心在近乎脱手的状态下 高打板命中 小抛头漂亮 分没加 应该是94 嗯 颠近漂亮 这样白晶的得分也是来到了六十加了 转身 这一条继续命中 六十三比九十四 嗯 我有拉拉对抖音没啊 连得七分 这个白晶进攻的时候 这个弹幕就是难道说 然后 平常心进攻的时候 就是结束了 对吧 马亚东的这个 大家平时叫他平常心更多一些 顶开 来到篮下漂亮 呃 终于是来到七十加了 第四节到目前为止 这个 暂停回来比赛继续 依旧是白晶的球权 啊 发球线左侧的中距离命中 啊 这样分差 只差 19分了 啊 之前是四十加 现在是19分 白晶的这个进攻状态有点 摁不住了 还是放一步 中距离 这次来到右侧继续命中 难道说 真的像这个 很多弹幕的观众朋友说的那样会来逆转吗 发球线 继续命中连续三个中距离 呃 一个发球线 看一下白晶能不能继续追分 那之前就是连着三个中距离 篮下这球继续命中 这样 80加了 现在平常新干脆不想中眼投这个事儿 就是打篮下 打身体 打板命中 终于打破了得分荒 还差四分结束比赛 96比81 15分的分差 没有挑战的机会 现在他也没有暂停了 就再累也要咬着牙打完 当然白晶还有三个暂停机会 他这个时候不会去叫的 漂亮 呃 还是篮底下右边的擦板 98比81 还差两分结束比赛 来到篮下 继续命中 这样让我们恭喜平常新 孟雅东 100比81 战胜了白晶 拿下个人首场抖音百分大战的胜利 那也送给了自己的好朋友白晶 抖音百分大战的首败